走 警方喝枪实弹进行攻坚 里头的人还没搞清楚状况 便通通被制服 刑事局破获一起大规模假投资诈骗案 集团利用通讯软体 匡称保证获利 被害人看到财报以为有赚钱 其实从网站到财报通通是假的 估计有超过百人受骗 诈骗金额高达两亿多元 其中11人受骗超过千万 最高金额高达四千万元 有建议近期假投资诈骑案件攀升 财损金额增加 经调查分析 被害民众都是透过减信加赖 投资标股外汇期货黄金 虚拟货币等假投资网站 连结的APP或交易平台 怂恿被害人进行投资 谎称保证获利 纯钻不准 亦被害人 汇款后 再由邦派成林 控制旗下的人口 前往各大金融机构大合提 安京本大队报警 桃园台中 南投 还有一兰等四个地监署指挥贞 并由本大队结合地区行大 等警力 执行打炸专案查气炸行动 查获诚信主席 在内的斑块成林共计四十八名刀案 其中有二十一人 升押获取 当场取货付款现金一千一百五十八万亿 另外当场也查获 做换用的手机、笔电、存折 还有金融卡等大批证物 有一批 那本案资深清查被害人 至少有上百人 那被骗的金额也超过两亿元 那全案依这个诈欺、洗钱 还有组织犯罪条例 等移送各地监署局行侦办 那本局在此呼吁民众接获简讯加LINE 要求各项名义的投资 希望民众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个绝对是诈骗 希望能够拨打一六五款诈骗自行专线 来加以查证 警方总计发动六波弃捕行动 查获陈姓、王姓等四十八名嫌犯盗案 查扣账款现金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多元 犯案用手机、笔电以及大批存折、金融卡等证物 全案依涉犯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 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vi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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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我 去 去 谢谢大家